因為他其實從2011年 他自己帶著太太 那時候小孩還沒有生出來 然後到現在都已經三個小孩了 然後今年更成為我們的戰炎大使 然後真的是就是親力親為的 然後全家人一起來參與 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謝謝也來歡迎劉登宏全家 還有晚輩 還有三個好可愛的 哈囉 小天使 你可以上來 小胖子你可以上來變那個十字架 因為現在的時間 正是午睡的時間 所以他有一點點想睡覺 你可以上來變十字架嗎 可以嗎 他要變十字架 你變十字架給你們看好不好 還有一個等一下十字架有兩隻 等一下 你變一個十字架這樣他就不會想睡覺 來你變給大家看 現在看喔 大家注意點你們先眼睛閉起來 對不對 你是不是叫大家眼睛閉起來 全部眼睛閉起來 好 一二三打開 哇 好厲害 有沒有看到大家會覺得你好棒 好厲害喔 太厲害了 好我們要這個請 介紹一下我們家人好不好 是真的來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哈囉大家好 那真的非常開心 在一個公益的活動當中 這麼多媒體先進來到我們當中 真的 然後來幫我們傳播一個最免害的力量 沒錯 那非常的榮幸 這次能受邀成為我們這個 336愛奇兒家庭的代言人 是 那 我們全家人一起參與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 不僅是我們在幫助這些家庭 這些家庭也真的是幫助我們 是的 然後我們其實非常的開心 從記得第一次 對 當時我們愛旅行這個節目來採訪 是 愛奇兒其中一個家庭 我當時還沒遇到新長他們 是 然後我們兩個就開開心的做旅遊節目 參與這個 結果 當時你爸還沒小孩嗎 還沒小孩 對 然後那時候呢 我們 你知道什麼叫做眼淚用噴的嗎 真的 就是當下我跟我老婆 兩個人聽那個 爸媽講他們的經歷的故事 他有兩個愛奇兒的孩子 講到我的眼淚這樣噴出來 然後孩子就在我們旁邊 然後我們兩個強忍這樣發抖 我們就決定說 我們一定要一起來參與 是 關懷的事情 沒想到也很奇妙 我們後來也有孩子 根本我們決定 我們照顧一般的孩子其實都不容易 更不要想說他身體 有些不太一樣的孩子 這些天的心的 爸爸媽媽天大天媽 真的會非常的辛苦 更不容易 所以就一直持續到現在 到今年已經第七年了 是 好吧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的家族成員 來 我們首先介紹 從哥哥開始好了 哥哥 你說先介紹了 老婆 老婆是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還需要介紹 還是要 還是要 老婆先介紹 哈囉大家好 我是晚飛 好 好 好 快點了 姐姐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胖虎 好想把你吃掉喔 胖虎 穿這麼一個 那你是誰 蛤 你名字還沒有趣 你好 你有名字嗎 你有名字嗎 你是誰 有聽到嗎 有聽到嗎 有 有中聽了可能沒辦法聽得到 再講一次 你是誰 三三 三三 哥哥姐姐講 他是誰 三三 他是誰 三三 OK 謝謝 這全家人 所以的確在過去的 這麼多年的過程當中 跟紅呢 跟晚飛呢 從兩個人的這個 就是一對夫妻 然後呢 到三個小孩子 那其實呢 跟紅每一年每一年的參與 非常非常的多 一起主持也好 代言 然後呢 秀肌肉 對 說到秀肌肉 我們在這裡也 那個 一塊的掌聲也謝謝 我們的國軍 國軍每一年的配合 你看今天 也特別的聖章 來到現場呢 支持我們 謝謝 對 我們有一年呢 三軍的這個 大會合 對不對 就在這個 這個 復興岡上面 然後呢 大家 我覺得真的是很開心 然後 跟紅真的是 去年還走環島路線 是 騎腳踏車 我覺得很棒 其實都是希望說 大家能夠 記得 三三哥愛奇俄下 我們這樣一個方式 會有活動 在今年我們的三月十七號 台北 桃園 台中 台南 台北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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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公園 你們是會一起 來野餐 對 太棒了 我們應該會帶大家 稍微活動活動 對 因為 畢竟 畢竟呢 歌紅他本身是這個 很厲害的健身教練 我要在這邊這個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他不是說光是對著大家 他對他的家人的要求也是很高的 去到哪裡就是你知道 你一回頭就看到小孩被他掉在一個單槓上面 對 其實他們這樣就對這些運動都非常有興趣 對 對 所以到時候呢 大家一起來 如果你在台北的話 是在大陸司令公園 然後他們全家人會一起來野餐 然後呢 跟我們會帶大家 work out work out一下 對 活動一下 去年有這個其實腳踏車 對啊 整個活動就變得更 是 比一定要跟運動結合的 對吧 對 好 然後呢 呃 要請這個婉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呢 作為一個媽媽 那我們知道其實婉妃在 在教育小朋友的過程當中 也是非常非常的花時間 跟花心思的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呃 怎麼樣來教育我們的小孩子 來跟就是這些特殊兒家庭 愛奇兒家庭呢 友好 嗯 呃 我 常常會跟他們講說就是 世界上的孩子 並不是每一個都跟我們一模一樣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不一樣的 沒錯 但是呢 雖然每個孩子不同 但是在上帝的眼中 都是獨一無二的寶貝 是的 所以呢 我希望呢 就是從小就教導他們 要有一顆天使心 對啊 讓他們知道說 呃遇到他們的時候 不要覺得他們跟我們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本來大家就都是獨特的 都是不一樣的 沒錯 所以我們要跟他們一起玩 然後跟他們一起做朋友 就像是跟兄弟姐妹一樣 是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不同這樣 所以就是希望他們可以有一顆這樣 呃天使心 然後可以跟他們很自然的互動 很自然的互動 對 對 有好 然後做朋友這樣 所以這個也是就是說 我們呢 一般的家庭呢 我們在教育我們的小孩子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家長也要被教育 有的時候其實 比較大金小怪的都是家長 不是嗎 其實小朋友他們是非常 pure 的 小孩子他們其實看到一些 比較恶殊的同伴 或是哥哥姐姐 事實上小朋友他們是很友善的 反而是家長常常在旁邊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社會更要教育 就是家長們 就是大家要知道同理心 然後你越多的看到這樣子的家庭 你其實就越知道他們的辛苦 但是呢 他們其實也不需要你做什麼樣的幫助 他們只要你給他們一個微笑 對 認同 是 就ok了 我覺得其實並不難 就是大家要有一個眼神微笑 視野友好 或者是 擁抱 都很好 這都是一個友好的表現 是 萬一有什麼樣 跟好像其他人不太一樣的行為 或者聲音發出來 就先冷靜 不要不要緊小怪的 對 多包容 不要嘴 真的不要大緊小怪 不要大緊小怪 其實就先冷靜一看 然後如果真的有需要幫忙 再去協助 沒錯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事情並不困難 對